過千間食市未來兩個月會提供折扣優惠 七月中假晚市有七折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希望 政府派錢一萬元可以刺激消費 第一季我們平均每個月的消費餐飲業有七十多億 現金派發計劃的規模大概是七百億 如果這七百億裡面大家都一起留港消費 支持我們的經濟的話 我相信一定可以對我們的經濟 有一些推動和刺激的作用 飲食界議員張宇人說 優惠下個月十五日開始 參與的食市在晚上六點起 提供折扣優惠 七月有七折、八月八折 不設最低消費 部分食市會規定套餐才會有折扣 而參與食市名單會放上網給市民參考 清姐,七月七折、八月八折 你會否因為這樣而多了外出吃東西 其實不用等到七月八折 外面有很多地方都七折、八折 如果外賣是六折 但政府刺激消費 快點來吧 六月二十一日 麻煩你 很等錢 當然 但你也不會等到一萬元到 你才出去吃飯 飯次都要吃 因為一鬆綁 大家已經急不及待約朋友 讓大家找得太久 不過有節當然開心一下 但又是否真的吃在我們有上市的快餐股身上市 其實我們看出了業績的那些 例如三四一大家樂 即是它的焗豬扒飯 焗豬扒飯都是幾十元貨 對,還要給七字六、八字力 雖然不知道是否綁上 或者送奶茶 行不行 那我以前三十元那隻鴛鴦飯都連奶茶 三十元買不回來 但可能到時有市購又未必會在快餐店 因為茶餐廳是否有節和是否有政府派錢 其實都是一個基本比較平民的需要 茶餐廳也是 但一些比較貴價的餐飲 休閒的餐飲 那些就比較discretionary 或者沒有必需性 但如果有多的錢 鬆動了 那你又會肯 即是有人 鎖爽點洗錢 對,鎖爽點 或者有朋友押到 一起想想那間 我沒試過 我相信食肆都會覺出其謀 現在就算是很多酒店的餐飲 他們都很多優惠 很酷 大家會覺得很難得 可以以一個比較合理 和吸引的價錢 在地區住在酒店 多可見到那麼多地區 本地人去staycation 在酒店 享受他們的泳池 Sona 或者一些按摩設施 其實我覺得挺好的 大家香港人在本土消費 對,反正現在都飛不出去 對,唯有好像度假 那樣就留在香港 插疫都難飛 即是對疫情緩和了 還有一些信心 才會敢敢追 對,我相信 才爺就是想剃造一個 乘數的效應 那… 嗯… 那…